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伤人员送医挤救 去年4月12日清晨 台南白河分局侦查队由小队长林红兴带队 前往关田一处民宅 弃捕淹毒通气犯 双方隔着房间的木板门互相开火 林红兴当场被对方的子弹射穿肺部 大量失血不幸殉职 留下老母亲和一双分别就读国中和国小的儿女 经过9个多月的调查审理 台南地方法院判决开枪杀警的嫌犯李国磷死刑 台南地院开庭调查时 李国磷坚称他把警察误认为是一名仇家 不是刻意挑战公权力 但是法官调阅双方对话内容 发现警方早已表明身份 而且嫌犯也有跳窗脱逃的机会 但却还是开枪射杀警察 那被告犯罪后又誓辞谢责毫无回忆 那迄今意味表达任何的歉意 或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 所以本院斟酌再三 因此判处被告李国磷死刑 持多公权重生 除了一位杀警被判死刑 李国磷非法持有枪械的部分 也被判处四年徒刑 并科五万元罚金 全案还可以再上诉 记者台南综合报道 云林虎伟传出了一起悲剧 有一名男子还因为失业 再加上要照顾失明的父亲 无法工作的母亲 以及截之重残的弟弟 最后一家四口集体烧炭自杀 警方调查发现 这家大儿子长期一个人 扛下了照顾父母的责任 家属说大儿子他的个性好强 从不对外求援 而在一年多以前 因为长期投动失业 最后可能是受不了压力 所以选择走上了这样的绝路 警方在透天挫败 拉起封锁线禁止进入 赶来的家属哭红双眼 虎伟增加父亲失明 母亲无法工作 19岁的弟弟因为截之重残 扛起一家重担的增加大哥 终于受不了压力 选择全家集体烧炭自杀 根据警方调查 父母和小儿子死亡时间约三天 初步勘验是一氧化碳中毒 大儿子死亡约两天 是上吊窒息 邻居说三天前就看到增加冒出白烟 但因为电灯还亮着 还听到电视声音 以为只是天冷取暖 家属说增加大儿子 一人扛下全家经济重担 一家人只申请过一次急难救助金 个性好强的他从不对外求援 一年多前因为长期投动失业 警方发现增加大哥 户头扣掉房租之后 只剩下一千元 经济压力加上家人病痛缠身 竟然在过年前发生这样的悲剧 记者综合报道 迪化街年货大街开卖 昨天是第一个星期假日 受到不景气以及物价上涨的影响 商家发现今年买气明显退烧 比去年减少了大约三成左右 不过倒是试吃的民众变多了 扯开喉咙大声叫卖一旁的工作人员还大方请民众试吃 今天是年货大街开卖的第一个星期日 不少民众全家出动买年货 整条低话街被挤得寸步难行 但一整天下来很多逛街的民众只试吃却不够买 商家表示受经济不景气及物价上涨的影响 今年买气明显消退 像是每年热销的鲍鱼罐头 乌鱼籽等价格高昂的商品 买气就比去年减少约三成 另外今年香菇的价格也上扬 以日本进口香菇来说 去年每斤约九百块 今年已经涨破一千 往年消费者一买就是一两斤 但今年有不少人只买三四百块 东西增加了三成的成本 所以它购买人它就有预算好啊 因为可能是前几天大家先出来看一下 大概多少价位吧 商家分析 今年买气下滑除了不景气 网路和量饭店也分散不少客源 加上许多家庭近年来改到餐厅吃年夜饭 也降低不少购买了意愿 记者乌鱼印雷奇态报道 新北市今年第一波樱花 这个月上旬已经在雾来振放了 而其他热门赏银区的樱花 也都开出了大概三成以上 现在呢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赏花 中日下午天气放晴 这对夫妻特地开车上新北市三只大葫芦 两人拿着相机对着樱花拍照 粉红色的花瓣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 去年有来过 去年来得比较晚 樱花卸了 今年想说早点过来看 今天大概开了两三成 觉得应该大概过完年后 二月中旬吧 应该这沿线所有的樱花都会全开 那时候会更美 沿着三只大葫芦往山上开 一路都种满了樱花 光这一代新北市政府就种了将近两万颗樱花 可说是全台首屈一指 不过现在才一月下旬还没到花季 因此目前只开了三成左右 樱花全面盛开 可要得到农历新年 到时候一路都是粉红色的花季 美不伸收 三樱花也叫毁兰樱 那这个花 那个它的颜色红色 那那个花瓣是向下 除了三只外 新北市今年第一波樱花是在乌兰绽放 因天气冷又下雨 因此提早在一月上旬绽放 而到目前为止 西螺岸已开六成 瀑布公园一带也有四成 另外石定的二格布道 以及细止秦晋路的天秀宫一带的樱花大道 花换也有三到五成 而新北市全市种植 樱花约十五万棵 加上民众种的核击超过百万棵 而且分布在二十九个行政区 从现在开始到三月底这段期间 民众不妨趁着好天气上山赏阴 接着陈小青 陈信龙 新北市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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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